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9月10月的馬拉松入跑季 那相信各位朋友如果有在關注 國外的馬拉松賽事的話 一定知道日本的大阪馬拉松 那對於Mizuno來說 大阪馬拉松其實是一年一度 非常重要的一個馬拉松賽事 那每年也會在這個時候 推出紀念型的一個鞋款 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最新推出的Mizuno Wave Rider 第19代的跑鞋 那相信Rider對於大家來說 一定不陌生 它是一款Mizuno 可以說是最常銷的一個慢跑鞋款 那這款鞋它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首先第一個 它在鞋面上 我做了兩個很重要的一個設計 第一個呢 就是Dynamic Fit的一個動態貼合的構造 那這樣的一個構造呢 讓我們在跑步的時候 腳步移動的時候呢 無論是正向或是側向的彎折 鞋面都能夠很貼合你的腳掌 第二個部分呢 是Intercool的腳底排熱器 在長時間跑動的狀況之下呢 鞋內難免會產生一個比較熱 或比較潮濕的一個感覺 那一旦呢 有這樣的一個Intercool的設計呢 能夠幫助你在長時間的跑步 你的腳掌都能夠保持相當舒適的一個狀態 那再來呢 我們看中底的部分 中底的部分 一樣是使用了Mizuno的Luforic中底的材質 那這個材質呢 除了輕量之外呢 它也有很好的一個彈性的效果 那特別要值得一提的是 它在腳後跟的SR Touch避震材質 這個部分呢 讓波浪片能夠有更柔軟的一個緩衝性 讓你在腳掌落地的時候呢 能夠跑起來能夠更舒適 有更多的一個避震的效果 那往下來看 Rider 19的這個波浪片呢 有延伸到中底 那延伸到中足的部位呢 能夠幫助這個避震型的跑鞋 能夠更多一份的穩定性和彈性 那再來大理的部分呢 腳後跟是採用X10的耐抹性材質 那提升了這個血管的耐用度 那前腳掌的部分呢 可以採用大範圍的切割 也是所謂的Smooth Ride的一個 動態的一個設計 的一個切割的設計 那你在跑步的過程之中呢 無論是有比較大範圍的彎折 或是有側向的翻滾呢 其實呢都能夠因應你 逐步的一個動態來做 這個跑步的變化 讓你步態能夠更自然更流暢 那當然呢前腳掌 它也有採用部分的這個發泡性的一個材質 能夠減輕跑鞋的重量 那Mizuno Wave Rider 19呢 這款長銷型的跑鞋 那相信呢是這個 許多跑友想要追求一個 比較舒適 比較均衡性的鞋款 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今天就介紹這款鞋給大家 這個是 Water